关于马达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分析出来的结果 同样的这横左是frequency 那么纵左呢是那个楼地板它的震动 那么我们讲过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个频率 那么一个是9点多的一个是10点多的 那么这个是10点多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最重要我们要看这个10点多的这个频率的地方 那么在经过简单的换算以后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个马达会造成这个楼地板 大概这么多的 0.157mm的一个震动 那这个也是算是蛮小的 所以我们也不会担心这个震动的问题 这个楼地板震动的问题